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我们又到了我们的这个世界媒体看中国的栏目时间了 今天的世界媒体看中国的主持人齐之锋 将为我们介绍世界媒体对中国反日抗疫活动的相关的报道 齐之锋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现场 给大家来介绍这几天世界媒体就这个话题所进行的这个报道 我们先说这个中国方面所说的这个钓鱼岛的这个事件了 你写了一个文章世界媒体看中国 今天题目叫钓鱼岛闹剧 为什么不说间隔诸岛闹剧 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钓鱼岛在中国叫钓鱼岛 在日本叫这个间隔诸岛 那么两边可以说在中国和日本方面 都围绕着这个钓鱼岛和间隔诸岛的归属问题 两边可以说都有人在这搞闹剧 但是相对而言国际媒体还是这个中国公众看来 那闹剧闹得最多的最大的最精彩的还是中国方面 日本方面那个剧闹的可以说只是这个小打小闹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中国方面那个闹得比较厉害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是说中国好像是在经过了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之后 经过了六十几年的共产党统治之后 中国在一夜之间一夜之间我要强调一夜之间 又回到了义和团时代 何一见的是义和团时代 我们知道 你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一段时间这一次 引起广泛的这个注意的打杂的这个事件 就是已经上升到这种暴力的抗议的这样一种情况 对它不光是上升到暴力 我们知道这个义和团事件 一方面是这个中国人对中国人用狠 见中国人中国的教民就杀 另一方面让世界媒体 让国际公众感到最关注的是 这个义和团对外国使节的攻击 好 一夜之间我们中国人现在又开始攻击外国使节了 在不到一个月之内 我们在中国 在北京 在光天化日之下 发生了两起攻击外国使节的事件 第一次是攻击日本大使 日本大使的 昨天在攻击美国大使 中国确实是会演戏 很会挑选这个对象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说 中国跟日本或者跟任何国家 发生争执的时候 中国从外交上来说 应当对全世界展示一种理性 节制 明智 这样的话 以便在世界上争取同情 支持 至少是中立 那么在这个时候 那中国的敌人 最希望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 这种野蛮 放肆 或者是愚蠢 这中国现在对全世界展示的这个 这就是中国的敌人 想让中国展示的形象 你谈这个中国的敌人指的是谁 中国的敌人 你可以说是各方面的 就是说对中国县政府 有这个敌意的人 或者是希望 不希望中国好的人 不管是怎么样 中国的这些敌人 无论是这个公开的 还是暗下的 都希望中国向全世界展示的 这种丑恶的形象 好 敌人想做的事 中国政府轻而易举地做到 这绝对是个绝招 绝对是个绝招 我们就回到这个媒体报道来说 这几天我们看到 就刚才你也谈到 这个反日的这个情绪 其实已经蔓延 变成了一个反美的情绪 也带出来了 昨天这个洛家辉的这个坐驾 也被遭到了这个围攻 我们刚才在之前的 这个报道当中 我们这个美方对此 也做出了一些反应 中方也说 外交部官员说 发言人说 说的是会议就此事进行调查 我想请您谈一下 一个是最近的这个 洛家辉的这个坐驾 遇袭的这个事情 还有这个暴力的 这种抗议的 这个浪潮的这个事情 最近几天这个外媒 就是对中国人来说的 这个外媒 西方的媒体的报道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对 在这方面可以说 在外媒看来 或者是对中国公众看来的话 中国这几天 确实是乱了套了 你一个国家 要对另一个国家表示抗议 于是政府 就莫取或者是纵容 或者挑动 自己的国民 对自己的国民的财产 大打出手 打砸烧杀 这个东西让人觉得很奇怪 就像假如是中国人的话 也会看到很奇怪 假如日本人为了抗议中国 于是日本人对日本人 开始下手乱打一气 再一个关于洛家辉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事件 而且非常富有戏剧性 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录像也好 看到了什么也好 那是非常惊人的这个一个画面 也可以很滑稽的一个画面 洛家辉大使的这个车 被这一群暴民拦住了 然后那个地方在北京 中国驻北京大使馆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然后时间是光天化日之下 然后在这个大使馆门口 一排的武警 但是无能为力 这里边你可以说 这个武警只是保卫大使馆的 对大使坐着车出来 我们先不谈这个具体的这个围攻这个事情了 我们还是请您谈一下 这个媒体方面这个讨论 因为现在时间也不太多了 具体谈一下 一个是国际媒体 西方的媒体 尤其是这个日本媒体 对这次这个暴力反日的这种示威活动 怎么样的报道 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好 这方面的这个报道 可以说非常多 关于中国这几天乱了套 有很多人的猜测 有很多人的评论 说是中国政府 或者中国执政党 不是是十分糊涂 就是十分洁恶 但是这个外国媒体呢 它倾向于从善意的角度来理解 你比如说这个昨天的 这个路透社 路透社它发了一篇很长篇的 这个新闻分析 它就从善意的角度理解 它认为是中国领导人可能是一时糊涂 中国领导人可能是为这个反日抗日 这个反日抗议而后悔 把民众煽动起来 在日本方面 那日本对这个事很关心 它那方面的这个就很有意思 那个日本的主要报纸 这个东京新闻 它发表了一篇社论 非常有趣 它一方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反日 这个示威表示担心 认为这当然显示了中国很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又对这个日本感到很骄傲 因为在这个中国那么疯狂的反日的时候 在日本的华人 没有明显地受到这个攻击 没有明显地受到这个排斥 这个 这假如我们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 我们现在估计没有太多时间 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我们知道这个题目是世界媒体看中国 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个网络空间上 有很多的评论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很多 大概你一分钟 一分钟的时间 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看到的比较有趣的评论 是什么样子的 那比较有趣的评论 太多太多 我现在只好随便选一条来读一读 这个有一个这个网络评论 现在传遍中国的所有的网 这他那个评论是这么说的 一个小学生在厕所里 吸烟被老师发现后带到了办公室 老师问 为什么要吸烟 学生低下头心情沉重的说 钓鱼岛问题没解决 心情很郁闷 老师回答 吃地狗油的命 操中南海的心 这是这个也是一方面 就是反映民众对于这一次 这个整体的反日的这种抗议活动的 这样一个看法是怎样的 对对对 是是 然后那当然还有很多 我可以再读一条 我估计我没有太多时间来读这方面 再给你20秒的时间让你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对这个总结就是最近中国的这种反日抗议活动 确实是在中国国内在国际上都成为一个大闹剧大笑话 让中国政府非常的丢面 中国政府如何解决这种丢面的问题 现在的国际社会仍然是拭目以待 看看是不是会继续丢面 好 谢谢齐志峰 我相信齐志峰在今后的节目中也会紧跟这个话题 为大家带来更新的报道 好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希望了解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更多的内容呢 请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您一定不会失望的